《退休》 《退休》我都覺得 《退休》都很充實 都有出席很多社區的活動 也都多謝社區 還記得我邀請一些參加不同的社區活動 亦都保持關節社區罪外協會 因為這個會在25年前 都是屬於創會的一份子 現在《退休》就變成 希望藉著這個會關心社區的安全 亦都可以提醒大家對於社區的安全意識 這個就是我本工作的本意都是這樣 我也希望維持多倫多社會治安 大家可以生活安定 退休之後的時間也多了 也都沒有太多的東西牽掛 環遊世界是我退休之前的計劃 可以說全世界現在有大半的地球都去過 遇下來都是有計劃 尤其是現在COVID之後 我們已經安排了好幾個行程 我其實屬於多倫多或加拿大最早期的華人警察 那段時間華人又少了 我覺得牽涉的社區很多 基本上全國很多地方都需要有 中文的警察 現在照我所知道 大多數都有二三百個華人警察 在這一方面來說 始終多些華人警察 是對於我們的華人社區 是對於警察的認識 治安的意識都會增加的 這樣這個是對華人能夠發揮到的警察的工作 有什麼挑戰 其實我所遇到的來講 主要我都發覺華人的社區 對於警察有些敬畏 是很尊重警察 但是也都不想 或者因為不是太認識警察的工作 我覺得我是 也都有這樣的傳統意識 我相信我都做了很多這方面的事 其實在加拿大來說 治安很多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治安也不能夠完全靠警察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本份 維持這個社會的事外 我感到很高興很榮幸能夠在過去做了十三十七年的警察 為大家服務 尤其是華人社區 也都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工作 我沒有後悔過 我亦都繼續很支持五臣的工作 我希望年青的一代 尤其是華人城邦 參與這個很有前途和挑戰性的工作 高薪厚職 高薪厚職 其實是加拿大的警察 在加拿大做警察 危險性沒有這麼高 真的 亦都好像說高薪厚職 亦都受一個社會尊重的職業 防見罪案 人人有責 謝謝